中共海協會長陳德明來臺 所到之處遭遇不同團體的抗議如影隨行 昨晚在阿里山停留一夜之後 今天在嘉義奈斯王子大飯店前 在遭遇反對服貿的團體現場舉牌抗議 他們說中共迫害人權記錄不斷 與迫害人權的政權談服務貿易協議 只會傷害臺灣 嘉義奈斯王子飯店前 舉滿擠牌抗議的公民團體 要向中共海協會長陳德明表達訴求 高舉反复冒看板 政界法界人士都站出來向政府喊話 與迫害人權的政權談服務貿易協議 只會傷害臺灣 整個臺灣經濟都被持續在中國 對臺灣經濟一定是會崩盤的 我們要反對服務貿做國共秘書協商 我們會在6M好好的審議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夠 逐條的討論每一個細項 讓更多人的意見聲音能夠呈現出來 警方出動人牆包圍將抗議人潮阻擋在飯店對接 不過臺灣民眾對中共官員的不滿及口號聲 已經響徹逝去 新唐論有在電視 林玉浦方雅嫻 譚曼嘉義採訪報導 新唐論有在電視